就一陣 是一大陣的那個摩托車的聲音 就是電影 我們可以聽到的那個聲音 就一大群摩托車 那時候非常流行業遊 很大一群 數不清 就兩個車道全部站住 這邊的車不敢走 就全部都轉向 那而且每一台車 過去的你都會看到 因為我們以前摩托車都會改 那個避震器往上調 車子就會翹起來 對... 那後面我們就會看到 你會看到裡面有插鐵棍的 也有插刀的 都插在車子後面 那我們就看 我就跟旁邊講 我這一群很兇 出門都帶東西 是好像出來專門要找事的 對 那我旁邊的人就看 前面帶頭的怎麼 很熟悉 就是那八台眾戚 前一天晚上 有遇過的 看到了那八台眾戚 就在前面 他說他們是不是今天專程來的 然後我們裡面其中一個人就說 我們要不要抄他 我以為趕快走耶 沒有 要抄他 你們幾個人 我們三個人 有一個移動的動作 要把那個門從緊急逃生的狀態 變成正常 正常的狀態 他沒做 他已經做了下一個步驟 準備兩聲給OK 再來給外面的地勤 因為外面是有人的 空橋接過來外面有人的 準備跟外面地勤說 OK了 你可以開門了 因為開門不是我們開 一定是外面地勤開 我跟你講 他沒有把那個門 轉變到安全情況之下 會怎樣 整個救生狂牌打出去 外面的人會死掉 所以我是不是馬上現場 就抓狂了 是 把它抖開 然後我自己來做 然後其實把什麼東西 我也不太記得 可是我那時候 整個人火冒到不行 為什麼 因為開關門是最基本的安全 這是空服員裡面 最基本的安全 我會覺得你今天不是第一天上線 你不是來實習的 我整個人爆炸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自己不知道 一直到後來 隔了一段時間 大概隔了幾年 後來一個學妹說 你那時候罵的是 你怎麼不去死 我 結果那個製片就不爽了 她就覺得好像冒犯到她了 結果好死不死 因為我們都是電話聯絡的 好死不死 她是製片的頭 製片的頭等於就說 就是得罪到她了 因為我本來不曉得她是什麼身分 然後得罪到她之後 她就也不爽 她說那那個沒有關係 這次這個角色 我們就不請你來演了 就要換角就對了 我當時我就很驚訝 你知道嗎 我就說 怎麼這樣 對 然後我還親自打給 楊子雄姐姐 你知道 因為那時候 大家私底下還滿常互動的 就是常常吃飯 喝酒 就是像好朋友這樣子 我想說那我應該問她 應該就你知道水落石出 結果打給她 我記得是個禮拜六的晚上 然後大概就是那種 晚上七點多 我打給她 然後她就說那個